就像我这个头顶这边 就像我们在乡下看到老人家拆秧 拆秧了以后就会慢慢慢慢 别看到我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麻省 阿妹族法行师林玉生 优心介绍模特儿头上的设计概念 包括法色由来及模特儿身上配件 他曾在2012年代表台湾 前往英国参加法医塞事 并拿上冠军 28号受邀参加邀请邀设大赏 国际趋势发表会 林玉生表示许多创作灵感 都来自在部落的成长经验 跟族群文化 我们是Amist 就是有很多的想法 可能从以前成长 都是来自一个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化 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个 就是太阳下山的一个夕阳的一个部分 还有我们的原住民 在舞蹈的时候的传统服饰上面 其实我都一直在做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今年发表会以普普风跟旁克艺术为主轴 林玉生说受到阿美族艺术家有许不影响 他在颜色应用上特别大胆 激出视觉效果 其实在舞台上面 我们也做了一个很大胆的方式来去呈现 因为我觉得原住民就是要有 就是有那种大胆的一个心态去面对 其实我可以做我相信以后的一个晚辈都可以做到更好 让所有的不管是我们的设计师去认识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服装 他可以呈现出一些普普风的一个色彩很强烈的 这次发表会有许多发型设计师听取世界冠军团队经验 体验发型与发色的新风潮 林玉生表示 对发衣设计产业有兴趣的年轻猪热门 除了多磨练发衣技术 更能透过自身族群文化故事 找到最具特色的发型设计 原始新闻虎树已故台北市采访报道